由于动力不足 美国火星探测器洞察号 今年夏天或将正式终结任务 美国航天局日前表示 洞察号太阳能电池板将完全被火星上的尘土覆盖 使它无法获得动力 美国航天局网站17号发布了洞察号 今年4月24号的自拍照片 照片显示 洞察号太阳能电池板上 覆盖着一层红色尘土 自从2018年11月登陆火星以来 洞察号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上覆盖的火星尘土逐渐增厚 导致它所获得的动力持续减少 如今 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功率 只有最初抵达火星时的十分之一 火星尘土覆盖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 在项目团队预料之中 他们曾寄希望于火星阵风或旋风刮走这些尘土 然而 虽然洞察号附近曾刮起过数千场旋风 但都没能起到除尘的作用 美国航天局计划 继续用洞察号上安装的地震仪 探测火星的地震情况 直至它完全丧失动力 工作人员预计 这一天可能会在今年七月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